金马轮高原 蓝谷地59英里处4天前 发生致命土崩事故 造成5人死亡 当局展开调查后 研判这起事故的主因是自然灾害 持续降雨是引发泥石流的主要原因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发文指出 根据矿物及地理科学局初步调查 金马轮从上个星期三开始不断降雨 导致土壤松动 再加上山坡斜度超过35度 才会引发土崩 为了防止土崩事故重演 当局建议地方执法单位 在监管规划发展项目 和坡地农业可持续活动时 也一定要鉴定 有可能发生土崩的因素 包括把项目地点 斜坡角度 挤水和排水区 森林或圆秋砍伐等 各种容易引发土崩的因素 纳入考量 另外天然资源部已经签订 7个土崩高风险地区 预计今年底会安装预警系统 以便能及时掌握土崩消息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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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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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